接下来为您播出忏悔路 是他给了我的生命 而我且接受了他的生命 末路狂杀忏悔路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名夫妻人一丸叫张小龙 今年27岁 因犯故意杀人罪背叛入狱 案发七年来 这是母亲第一次在自己面前 张小龙有些无所适从 更不知该如何安慰 我感觉这种伤痕不是你给我造成的伤痕 虽然那么说了 我当我的那些伤痕不是那种 我感觉这一点不是你给我造成的伤痕 都因为你给你捅了 你很不要捅 挣心 我都捅了 我都捅了 我怎么能待你 你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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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捅了 你捅了 我捅了 你应该是乱的 不给人的气质把人知道吧 母亲的哭诉 让张晓龙愈发难过 也让人充满疑惑 对于儿子的犯罪 他为何这样愧疚不安 张晓龙的犯罪与母亲 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多年前 那个被他残忍杀害的人 究竟是谁呢 2005年5月23日凌晨时分 一个惊慌失措的少年 在家人的陪同下 来到济南市公安局 逆程分局 少年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仿佛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 他刚刚说的时候 省力就想 就说他是这样 我们交过天 他痛痴 这个叫张晓龙 把张晓龙的父亲 这个同学又把他杀死 今天把这个张晓龙的父亲 肢解了 杀人罪尸 看着眼前 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民警们无论如何 无法相信 他和那个叫张晓龙的同学 竟会做出如此疯狂 和残忍的事情 几分钟口 警方赶到了 位于全幅立交桥附近的 一处居民小区 张晓龙的家 就在这栋楼的顶层 而几乎 只在进入楼洞的那一瞬间 民警们才确信 这里的确隐藏着 无比可怕的罪恶 到三楼有点气味 应该非常刺激了 我们到了之后 先放到门 敲一下就打开 里面光是一间路门 正在这时候 有屋里传来的 有人因为 谁啊 谁在敲门 当然毫无防备 因为他几度紧张 我提前媒体有报 他睡着想 我们宠宁就会去把他们的清晃 2005年5月23日凌晨两点左右 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而在现场 那一幕幕血腥刺激的场景 让经验老道的办案民警 都不敢联想 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有多么惊悚 而又灭绝人性 我从他 憧憬也很多年来 从来就没见过 就是这么恐怖的 他一个现场 我们就当时在他卫生间 发现 在一个喷里边 就抛着一些 直截的尸块 血迹到处都是 孩子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确实是令人发指的 经鉴定确认 死者张志道 十年六十三岁 四天前 在家中不幸遇害 而这幕惨剧的罪魁过手 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张小龙 孩子不是个东西啊 当时老子傻的 都黑人就放 感觉怎么样 惨案落幕 人神共愤 没有人能明白 张小龙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忤逆之举 他和父亲 能有什么刻骨仇恨 竟非要举起屠刀 杀之后快呢 对我的感觉 好像他有胖管者 人家死裂 不是他父亲 好像他这个 事情不管 审讯之初 张小龙的表现 让主办警官大获不解 他从容不迫地回忆着那些疯狂残害父亲的瞬间竟没有流露出任何悔恨和痛苦 那么张小龙的内心为何这样冷漠 本该流淌着他体内的父子亲情到哪里去了 在残忍杀害父亲的那一瞬间 这个年轻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残暴弑父亲竟还假以成功之名 张小龙的杀人动机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反复轻听这句话 不由得觉得 这桩离奇的家门惨案 更像是一场带着血腥的闹剧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开场的呢 2005年5月19日 张小龙带着几个朋友在家里打牌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 小伙子们不但没有休息的意思 而且闹得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张小龙的父亲有些忍无可忍了 他当时是说张老龙来了 张老龙整天不干活 和一帮朋友在一块下班 当时就妈妈朋友忙活一块儿就说 都滚出去玩 心就变在家里 这么吵 我干的还好吧 我活都不做 他吵了起来 吵了起来 他动手搭忘了 他爸就烦了 就拿着那个拐杖来 拐杖里面有个箭 父亲突然拔箭相像 张小龙有些害怕 然而 看着同伴们猖狂叫嚣的样子 他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没错 机会终于到了 是时候该下手了 人家那个小孩 我妈也了解 不行 我一直就向董叔打来 人家董叔打在脸上来 我父亲从后边 我到另一边 我父亲喝到地下 他一看我董叔我就说 那我父亲 当没有他的时候 然后抓一只手 我抓一只手 他当时已经不弄了 我累着的时候 我自己要是苦了 要是难受 但是我说 别松手 别松手 我要神经 如果要不死的话 他爸撒个头来 然后就可能把我给 冰冰死了 挣扎中 父亲瞪着眼睛 挟视着自己 眼神中满是恐惧和绝望 真的要做出这样 大逆不道的事情吗 犹豫了片刻 张小龙突然收起手臂 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天知道 这个残酷的弑父计划 其实早在两月之前 就已经悄悄酝酿了 多死于我 想把他父亲悄悄地干掉 悄悄地杀掉 悄悄杀掉以后呢 这个碎事 那么两个月前 张小龙为何会起意 杀害父亲呢 这还要从一个 充满罪恶的夜晚说起 2005年3月31日深夜 张小龙一伙三人 闯到了一个熟人的家中 听说对方收入颇高 他们决定在那里大干一笔 张小龙拿了个假的枪 应该是 然后我拿了把刀 收好的地方 他带我去 他知道地方是哪里 我拿那个就是枪 一钻进去 撒人家头上 短短几分钟 张小龙一伙 便洗劫了800多元的财物 而最终 他们的犯罪 也没有被举报 轻易得逞之后 张小龙仿佛上了瘾 躁动狂妄的他决定 开始一项更加邪恶的计划 而他的父亲 则是这个计划中 最大的障碍 可枪后来得不到 一定的这种真正的这种 满足 因为你枪必须输掉 输了有钱吗 然后我就 他在时候就想到 我要放假 抢家完以后 他就说 后来他就说 是杀了一种事情来 那也就 更不害怕了 因为如果没有地方 出去送房子 房子不方便 别的环境不舒服 别的不是说 他职业真正反罪的 想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把我父亲 就是说杀了 就不在这碍事了 就起码在房子这边 吃屎了 然后带着钱 这次 原来张晓龙正在筹锚绑架 左思右想 自己的家 就是最合适的藏真之所 由此 父亲的存在 便成为他最鬼过手 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张晓龙 孩子不是个东西 把他老子杀了 都黑人就放了 感觉怎么样 他人杀他 都黑人就放了 他人就放了 惨案落幕 人神固分 没有人能明白 张晓龙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忤逆之举 他和父亲 能有什么刻骨仇恨 竟非要举起屠刀 杀之后快呢 对我的感觉 好像他一个胖管者 人家死的也不是他父亲 好像他这个 这个事情不管 审讯之初 张晓龙的表现 让主办警官大获不解 他从容不迫地 回忆着那些 疯狂残害父亲的瞬间 竟没有流露出 任何悔恨和痛苦 那么 张晓龙的内心 为何这样冷漠 本该流淌着 他体内的父子亲情 到哪里去了 在残忍杀害父亲的那一瞬间 这个年轻人 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反正写着 要默默地给父亲说 别的东西 还有个慰劳 就是说 自己能够成器来 自己能够成功的 这这句话 就是说 委屈你 自己能够成器来 自己能够成功的 这这句话 就是说 委屈你 残暴弑父 竟还假以成功之名 张晓龙的杀人动机 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反复听听这句话 不由得觉得 这桩离奇的家门惨案 更像是一场带着血腥的闹剧 那么这一切 是如何开场的呢 2005年5月19日 张晓龙带着几个朋友 在家里打牌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 小伙子们不但没有休息的意思 而且闹得更加肆无忌惮 于是张晓龙的父亲 有些忍无可忍了 他当时是说张晓龙来了 张晓龙 整天不干活 和一帮朋友在一块下班 当时就摸了朋友 一会儿的朋友 买花一样 一块儿就说 都滚出去玩 心情变在家里 怎么这么吵 父亲突然拔剑相向 张晓龙有些害怕 然而 看着同伴们猖狂叫嚣的样子 他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没错 机会终于到了 是时候该下手了 人家那个小孩 我妈也了解 不行了 一直就想等手打他了 人家等手打他了点 太父全让他吃了 斩了馒头以后 他光吃了桃 他拿他的钱都拿走 他能拿着他的 银行的起出来的钱 能还成一百零的家的 他不是从哪找过的一笔一笔家的 他都能干到这儿 再坑他爸爸 在姑姑的会议中 张晓龙自幼顽劣 经常招惹事端 或许性格本就有些暴躁的张智道 根本不知该如何管住孩子 所以暴打咒骂 对张晓龙来说 变成了家常便饭 然而 正值青春叛逆的他 又怎能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 相反 在他的心里 父子心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让张晓龙无比绝望的夜晚终于到来了 那是2000年的夏天 外出回家后 张晓龙发现 家里的香烟似乎少了一盒 这让他大为光火 家里平时买盐都是成条里买了 拿着他说少一盒 他说我拿了给别人了吗 我没拿 我说了他不听 然后说别吃饭了 我们还不撑 为了一盒香烟 父亲竟然这样冤枉自己 张晓龙委屈极了 随后他冲进卧室 将一整瓶安眠药全部吞下 或许张晓龙并没有真正想过去死 他只是希望 以这样满放的方式 激起父亲的愧疚和疼爱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就让他无比失望 最后说是耗了97片 耗舌在地下躺着的时候 他自己看见舌头不奇怪 他耗龙也得了我宝贝 得了我二老脸 他能手不管他 在那口头搬摩的时候 就不去关不去问 当时我车之类的生活了 就让父亲心那么狠 邻居抱得起 那么 然后他父亲才知道 实际上 张晓龙怎么会见死不救 只是当晚 太过粗心的他 并没有发现儿子 吞出了安眠药 便离开了家 所幸的是 房门驱掩 刚好经过的邻居 发现了横窝在地的张晓龙 经过全力抢救 婚出了三天三夜之后 张晓龙终于睁开了眼睛 三天三夜之后 一睁眼 看到的是母亲 然后看到母亲那种 泪汪汪的 焦急的盼着自己的孩子 醒来的时候 那种时候 对自己的母亲 还是那种 那种母爱 他感受到 可是 父亲呢 死里逃生后 张晓龙竟又没有看到 父亲的身影 于是 父子间的隔阂与心结 在这个孩子的心里 被又一次深深的埋下 他没有追问 只是抱着母亲 痴声吐哭 那一瞬间 张晓龙忍不住的想 如果母亲还在身边 自己一定不会这样 悉惨孤单 这个贾亲所造成的这一切 和他有直接关系 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发自内心 我就感觉就想 想把他弄死 但是弄死没那么简单 然后受一个罪的时候 才能让他死 死掉 张晓龙的母亲 以自己的丈夫 小征程24岁 采访中 这个女人的话语 让我们感到 她对丈夫的仇恨 仿佛深入骨髓 起初 张晓龙也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 会这样怨毒父亲 直到1998年 在父母之间 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才被渐渐揭开 1998年12月4日 一个寒冷的冬夜 当晚十点多钟 刚刚入室的张晓龙 又一次 被父母的打骂声惊醒 打骂我母亲 就是嘴里 嘴角 鼻子上 全是写的 你看我怎么把你 马开出去 他就马开 我老了 你多年轻点 你搜搜搜搜搜 就关着他 说不计 百十百十月 那我拽我母亲 头发就 连我母亲 确实说过 就说你 国民 就是该把回家 来 该回家 这样的话 最后我穿着一个 蛾沫 春秋裤 穿的很少很少的 就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什么也没带 哎呀 我就打着多数 那个 那个冬天 那时候冷啊 那牙咯咯咯咯咯 当晚晚期 就在家跑出来了 就是也就是说 在家最后一会儿 别算 就再也没回来 那晚过后 母亲便消失得 无影无踪 几个月后 张晓龙 终于判断了 母亲的电话 然而 让他伤心难过的是 那时 母亲已经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 要求离婚 他说母亲 跟着电视跑来 就不要我了 妈我走 我得杀了你 我杀不了你 我教育孩子杀了你 当时发言的时候 我就说 挑战给我母亲抚养 然后我母亲 直接没地方住 直接租房子 所以说 暂时没有 跟我借出去 他恨我 那时候我离开 离开他的时候 他有点恨我 就这样 从此张晓龙 不得不跟随父亲生活 然而 让他难以承受的是 母亲离去后 父亲张晓道的脾气 变得更加乖张暴力 动辄就会对自己 拳打脚踢 甚至为了发泄 对妻子的不满 还不惜到张晓龙的学校 打骂吵闹 年代的时候 就是判给你妈 你妈说要你 你弄不亲 我当我班主任在后母亲联系 在后母亲没有 直接联系的方式 然后就是 与种种理由来找 当时我班主任 单独过 叫办公室 给我说 意思 你给你和亲说 尽量的不要来学校 感觉不好意思的 在同学面前 太不惜头来 那一年张晓龙只有12岁 每每遭遇这些 他都会格外怨恨母亲 为什么这样狠心 为什么要抛下自己 半年之后 或许是为了挽回儿子的心 张晓龙的母亲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要把那个 生埋了十几年的秘密 告诉孩子 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 很不好 我就学那个 跟他学武术 我那时候15岁 他就把我抢帽了 17岁吧 生得大了 有点我母亲给了 他就是不情人了 没办法的情况下 在一块 比他生的花 这么多年 我先为着孩子 就慢慢的 就认了 要说没有那么回事 真有那么回事的话 也没必要的 没必要给孩子 管书这件事 总的来说 你两个孩子 他就不去 得知真相后 张晓龙突然觉得 血往上涌 他不能接受 自己的存在 竟然是一个犯罪的结果 他甚至有些自卑 突然 这些年来 母亲所遭受的那些拳脚 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张晓龙心酸极了 同时 在他的心里 那颗仇恨的种子 开始生根发芽 疯狂生扎 不许 就为了宣泄愤怒 从此 早已无心攻克的张晓龙 很快便迷恋上了 网络游戏 这个可以肆意 打打杀杀的虚拟世界 让他找到了 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游戏里 可以 你就像当皇帝一样 都很多人捧着你 然后 现实当中 钱不多的话 游戏里面钱很多 应该是种虚拟心 虚拟世界中 那种孤风唤雨的感觉 让张晓龙仿佛着了魔 可是如何应付这些花销呢 渐渐的 他开始参与盗窃 2005年3月31日 又与同伙实施抢劫 侥幸得手后 膨胀的欲望 让他近乎疯狂 像闯关游戏一样 他要让罪恶不断升级 当时 我做戴着这个抢的时候 也是在一方面 就是脸丹梁一样的感觉 一点点 住不过脸心态 然后 他开始 最后准备实施帮驾 绑架勒索 可是 要找个什么样的人下手呢 琢磨了一个多月 张晓龙也没个主意 直到2005年 5月初的一个傍晚 与父亲发生争执后 张晓龙脱口而出了一句话 让他和同伙们突然兴奋起来 于是 一个罪恶的事负计划 开始了 良知泯灭 罪恶计划何去何从 我认为张晓龙动不动手 事负噩梦 焦着内心如何解脱 所以渴望的就是什么 得到别人 利益 繁荣 他自己上来 迟到他自己错了 寻计划亲人 亲情兼兵 能否消融 陌路狂杀 忏悔路正在播出 2005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 张晓龙和朋友们在家玩着正欢 突然父亲张智道回来了 一顿吐骂之后 张晓龙被父亲封出了家门 或许是为了在伙伴中找回点颜面 张晓龙随即说出了一个疯狂 而又罪恶的想法 张晓龙说过他爸爸有一个什么 那个就是退休金 都让张晓龙去领 然后到时候他把他爸杀了 退休金他拿了以后是他自己来了 就是我们三个人来了 话一说出口 张晓龙自己也吓了一跳 然而 这个提议在同伴们看来再完美不过了 既可以得到一笔钱 又可以铲除张晓龙的父亲 为绑架计划肃清障碍 闯了好几天了吧 但是张晓龙一直犹豫不决了 那天我去他家的时候 然后我就为 我就为张晓龙动不动手 他要动手 就是今天动手 要不以后就别动手了 朋友的一再追问 让张晓龙有些慌乱难堪 自己向来以大哥自虚 这个时候打退堂鼓 日后在弟兄们面前他有什么脸面呢 想到这里他冷冷的说出了两个字 狂杀 2005年5月19日晚 按照计划 张晓龙带着两个朋友在家里打牌 他们故意放肆地叫骂吵闹 企图激怒隔壁房间的张晓道 直到晚上十点 已经有些困境的张晓道 实在按捺不住 开始责骂起来 大人 你怎么不走呢 我说我就在这不走啊 然后张晓龙当时就开始动手了 那时候雷在脖子的时候 他是手他肯定是抓我手去的 然后把他父亲雷到在地 然后就再进行卡脖子 除了时候 我哪一个痛啊 就开始就抓着他个旁边的背开 然后那一个痛啊 就包他推 也就是顶段有两三分钟我了 从一个人从生到死 就是没了 我差跌跌就说 崩溃了思想 我承受不住了 我就开始哭啊 就是那种苦 混时间在颤抖 我没有那种感觉 然而罪恶并没有就此停止 相反 他仍在继续升级 为了躲避法律的惩罚 让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三个年轻人 竟共同上演了 更加惨无人道的一幕 毁尸灭迹 2006年2月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判决张晓龙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益终身 而其余两名同伙 则被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 和有期徒刑十二年 当时的这个 最高人民法院 有这种审判精神 就是对家庭承担内部犯罪的这种 这种犯罪案件 可以判处死刑不立即的行 2006年12月 在山东省监狱 张晓龙开始了他漫长的复兴生活 虽然免于一死 但极端残忍的罪恶 让他始终无法走出心灵的责罚 入狱之初 张晓龙一度精神抑郁 因为毕竟是有了他才有我 是他给了我生命 而我却结束了他的生命 说实话能杀死自己父亲 我自己活的勇气都没有 我在这 就是说在看出所的时候 也想到过我死杀 那时候 他的整个性格 看起来就是 极端 极端特别多 内心很紧张 十分满分了 心理测试显示 自知罪孽深重 张晓龙一直处于高度恐惧和紧张的状态 那段时间 他极端易怒 对任何人都持有近乎病态的怀疑和猜忌 如果不及时干预和疏导 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会患上精神疾病 甚至彻底毁灭 监狱就要把他心理的疾病成年了 给他针缘出来挖水 然后给他添冲一种健康的心理 让他回归社会以后 能有个健康的心理 认得认识这个社会去 为什么产生的 和他这个心理问题 用什么整洁才能给他矫正 这需要大量的工作 经过耐心的谈话和疏导 你怎么发现 在冷漠的表象下 其实张晓龙的内心 极度渴望关爱和亲情 这个人他最渴望的就是 得到别人的一些宽容 他自己适当他指导 他自己错了 为了促进张晓龙的改造 山东省监狱的民警们决定 前往他姑姑家进行家访 自幼姑姑就非常疼爱张晓龙 可是自己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今时今日姑姑能够原谅张晓龙吗 张老师 你好你好 这个我们是这个 张晓龙所在监区的警官 山东省监狱一监区 这个我姓江 对你叫我叫我小江就行 这就是我们的温警官 这个这样就是说 张晓龙在我们这个监区 他小时候也是这种 从小儿就是那种挺烦烈的那种小孩 是 说起来算是挺挺刮的 对对你 来到以后我都说 你把这些房子将来也是你的 什么也都是你的 你好好地听话 对对你 要求他被你姑姑做了 不能拿背儿把十个人给你 别出去见手见耍 对对你 也是说的 他光打你 您就是当时这个 他把他四天杀了之后 当时这个后续这块 他现在就是说是藏在什么地方呢 没藏 他那属于哪个地方 人家那边不知道 也起来 也走来 我也起来 走来 东西现在不属于 祠堂嘛 对对对 人家说 你一掌也一足 你不知道 对对对 那一次 你没来以后 他是怨死的 人家洗了这个 人家说 不是说正常死亡的 不是正常死亡 那老朋友 做好的 那一次不同意 不同意 咱也没法说别的 我去找来 也走来 也跑来 还是退路 去一趟以后 也得找 也得什么 也是 到后来 因为张晓龙父亲特殊的死因 按照村规 不允许葬入祖坟 八年过去了 想起哥哥至今未能入土为安 张晓龙的姑姑忍不住伤心起来 此时 监狱民警拿出 事前给张晓龙录好的一段视频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能促成家人之间的谅解 原谅他这个职责 这个 真是 你看一下 老人 你看现在 可能你也认不打出来了 是 我做了这种事 当时需要也是 你考虑到父亲对我这种关心 他虽然说是 当时对我打也好 马也好 全是为我好 现在 请我该走 我已经反思过来这些东西 已经做了这种无法挪回的这种损失了 我想请你们能够原谅我 这个孩子吧 现在怎么说呢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 确实是 他而且在和我们交谈的时候 也谈到过你 说这个 觉得从小也对不起 就是这些关心 关心他的这些人 自己那个时候 性格各方面的 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去交往 可能给 整个毁了自己的家庭 毁了父亲 因为中风瘫痪 姑姑无法到监狱探视 但他的谅解和接纳 对张小龙来说 无疑是一剂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渐渐的 他变得开朗起来 而最新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 张小龙的各项心理指标 已经达到健康水平 希望 高墙电网之中 这个年轻人 能学会反思罪恶 用心情的汗水 将被自己深深伤害的亲人赎罪 人性的批判 创伤害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